迎接2023新的一年 桃园市政府广场前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民众 他们欢天喜地的参加1月1号的升旗典礼 市长张善政协同夫人以及市府所有的主管 披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围巾 手持国旗大声唱着国歌 张善政致辞的时候表示 明年希望在桃园13个区的区公所 都要举行升旗典礼 让国歌唱片桃园每个角落 在桃园市政府前面这场升旗典礼 其实能够来参加的 只是我们桃园所有市民朋友里面的一小部分 我相信还有更多更多 我们桃园的市民 也希望有类似的机会 表达他对我们国家 对我们国籍的爱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明年开始 我希望我们所有13区的区公所 在元旦的早上 都能够在区公所前面 办一个升旗典礼 让我们每一区每一区的民众 不用跑 尤其是很多偏远的地方的民众 不用跑到我们市政府来 就可以在旧近 在他们当地一起来升旗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升旗典礼 在热闹的表演节目 以及民众争相跟市长合照的氛围之中 圆满结束 每天电视在桃园的采访报道 让我们声鼓励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